司機就想說 門又不是我開的 那車禍也不干我的事啊 司機也走掉了 結果各位知道嗎 這判決到最後打到最高法院 計程車司機被判肇事好異罪 那老師你剛剛有說到就是修法的一些問題嘛 那其實這邊小編昨天就是有發文 然後有詢問一下一些其他同學的想要問的問題 那這邊就有一個同學就有問說 就是判法第185條之四跟儀器罪遇到進何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要怎麼去論述呢 這個問題185之四跟儀器 這個確實是考試上的傳統考點所在 記得白考不厭 真的從我十幾年前念大學的時候到現在 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很常見的問題 那我可以跟同學這樣說 就是185之四跟儀器罪呢 第一個我們要先知道的是他不必然會進何 真的不必然 因為我們要看清楚 儀器罪294條他的被害人是 無自救利人 那185之四的話是要制人死傷 那個死傷傷沒有要求重傷沒有 一般的傷也算 所以我才說 這兩條罪不見得會進何 因為第一個 如果今天車禍的被害人是當場死亡的話 死掉的人就是屍體 他不會像無自救利人嗎 這個時候當然不會有294嘛 這個是第一個 那再來第二個是說 如果車禍的被害人他只有受到輕微的皮肉傷 這個膝蓋擦傷之類的 他是意識清楚的 他行動自如 他可以自行就醫的 這種情況 當然也不會有294的適用 所以第一款先理性的是說 你不要看到185之四就 拼著老兵趕快寫294 不要這樣 你要先確定說 這個被害人他是不是真的符合294條 無自救利人 這個是第一個你要注意的 那再來第二個是說 如果185之四啊 跟遺棄罪發生禁合的話 那這兩條要怎麼去禁合 就是同學所問的這個問題 這兩條要如何禁合 這個啊 還是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肇事逃逸罪保護什麼法律 這個是最根本的問題 肇事逃逸罪保護什麼法律 我常說啊 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律 是肇事逃逸罪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你對這一條罪的保護法律 你覺得很陌生的話 那肇事逃逸罪你可能很難學好 嗯 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律 生命身體安全 這個是第一種說法 被害人生命身體安全 這個就是一個很直觀的說法 就是說 因為這個車禍被害人 他倒在那邊流血 行為人如果跑掉不去救他的話 他可能傷勢會變得更重 甚至會死掉 所以我們希望行為人留下來救他 保護他的生命安全 所以第一個叫生命身體安全 再來第二種說法 叫做公共安全 或者叫公眾往來的安全 公共安全的這一種說法 他是覺得說發生車禍之後 可能現場會有一些汽車的碎片 殘骸 汽油散落 所以發生車禍的人 應該去收拾這個殘局 這是第二種說法 公眾往來的安全 第三種說法 叫做民事求償權 這一種民事求償權的說法 是覺得說 車禍的加害者 行為人如果跑掉了 他跑掉的話 被害人會求償無本 那進而我們希望行為留下來 就是確保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可以實現 第二種說法 民事求償權 還有最後一種說法 是有關車禍 事故責任的釐清 因為如果被害 如果肇事者他有留在現場的話 他可以跟警察機關講說 這個車禍當初怎麼發生的 怎樣怎樣的 那如果肇事者跑掉了 那假設現場又沒有監視錄影畫面的話 那車禍怎麼造成的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第四種說法 叫做事故責任的釐清 有這幾種不同的說法 當然可能還有第五說 第五說那個是實務的說法 這個是一種很大雜彙的說法 就是綜合性法義 覺得前面四種都有 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第五種說法 綜合性法義 綜合性法義這一說我個人不是很喜歡 因為各位要知道 並不是所有的折中說都是好的 學法律師一年來我有一種感覺 並不是所有的折中說都是好的 折中說表面上綜合了各說的優點 但其實也綜合了各說的缺點 這是他的問題 為什麼說不是所有的折中說都是好的 我打一個很簡單的比方 你覺得所有的東西都適合折中嗎 不見得有些東西是不能折中的 怎麼說 講的跟法律沒有關係的例子 我不知道同學喜歡吃什麼東西 像比如說我覺得 像我很喜歡吃日本料理 我覺得壽司很好吃 當然台灣的小吃 像滷肉飯牛肉麵這些 會覺得很好吃 所以我可以說我覺得壽司好吃 我也覺得牛肉麵好吃 這兩個東西都好吃 那你覺得把壽司丟到那個牛肉麵裡面 攪一攪再吃好不好吃 超噁 對不對 超難吃 是啊 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 各自來說都是好的 加在一起 可能就變得亂七八糟了 這個知道嗎 所以很多法律的折中說也是 像綜合性法一這一說 雖然食物才 但是學者批評的也還蠻兇的 因為學者就覺得說 你把各說混在一起 說這四說都有保護 有什麼好處 沒有啊 沒有好處啊 徒征困擾而已 所以通常我會說 其實真正的說法就是四說 那第五說的話算是一種大雜惠的說法 講那麼多 185之四根儀器最怎麼進合 回到前面講的四種法義 很簡單 如果你覺得 肇事逃逸罪 如果你覺得肇事逃逸罪 保護的是 第一個 被害人的生命身體安全 如果你覺得是這個法義 那肇事逃逸罪 是不是等於就變成是 遺棄罪的特別規定了 是吧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兩罪怎麼進合呢 法條進合的特別關係 只論肇事逃逸罪 對吧 那如果你覺得 肇事逃逸罪保護的法義 是後面的三個法義 公共安全 人生安全 事故責任的釐清 或者你認為是綜合性法義 如果你認為是後面幾個法義的話 那很顯然 肇事逃逸罪 他的保護法義呢 就跟遺棄罪不一樣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處理 想像進合從一種處斷 知道嗎 很簡單 我再講一次哦 如果你認為肇事逃逸罪的法義是 一 是被害人生命身體安全的話 那這個時候肇事逃逸罪 就是 遺棄罪的特別規定 好 只論肇事逃逸罪就夠了 那如果你覺得肇事逃逸罪保護的法義 是其他呢 這時候兩罪時間 當然是想像進合的關係 好 所以這個進合問題的話大概是這樣的 那 當然 進合的話要寫多少 這個當然會取決於考試的配分啦 那我給各位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一個題目 考到了 交通的犯罪 好 就是酒駕要肇事逃逸這一種 這一種犯罪以我的 這種題目以我的經驗啦 很多時候呢 他就是整題都在考進合 還蠻常見的 所以養成一個好習慣 進合論 一定要寫 知道嗎 尤其是這種交通犯罪 交通犯罪很多時候 考點都在進合上面 那論述的話 假設是我的 我在 論述的話會這麼做啦 就是說行為人分別成立 肇事逃逸跟遺棄吧 犯罪成立的部分 先把它寫出來 寫出來到進合的部分呢 我就會說這兩罪要如何進合 攸關到肇事逃逸罪保護什麼法義 所以可能就會把四說或五說列出來 當然四說或五說要列到什麼程度 就像我說的 取決於這一題的配分 還有這一題的時間 你剩下的時間 這個不一定 那就是把各說列出來之後呢 最後我們再選一說來做採取 當然你要採哪一說 這個沒有一定 很多時候同學問說 一定要採食物嗎 一定要採通說嗎 這個沒有一定 那甚至以前我還有在國考版上看到同學說 是不是考公務人員的考試就採食物見解比較好 我看到覺得問號想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我從來沒有聽過 其實沒差啦 就是國考上面我還真的沒有聽說過有哪個老師會因為 你採的見解跟他不一樣 而扣你分 國考應該不會啦 研究所我不敢說 因為研究所是敗師 研究所敗師那個不一樣 國考的話一般來說 不太會因為你採的見解跟老師不一樣而扣你分 所以最後你要採哪一說 法條件的說 我想要件的說 我覺得這個都OK啦 無所謂啦 就看各位的選擇 所以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那老師 剛剛有一個同學就是艾倫 就是艾倫的 艾倫讀者 他有說就是修法的部分 對於就是對於選擇考選擇體的考生影響會很大嗎 修法的話我覺得會當然會有影響 因為修法的話就代表 因為這個選擇體它是要有標準答案的嘛 所以如果在 所以如果在這個 選擇體的考試上面遇到有修法的話 那我們當然要以最新的法律為準 這個是當然啦 一定是這樣子啦 那所以我才會說 當然有的時候選擇體是這樣 因為選擇體他們有的時候是 是題庫 就是事先出好的 所以最新的修法 有的時候在選擇體裡面也不見得馬上去 就會出現 有的時候狀況是這樣 當然這個我們很難保證 所以 新修法在選擇體 假設你是考純選擇體的話 還是要Follow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老師這邊還有一個同學就是BC同學 他有問說乘客造勢啊 就是例如開車門撞到 就是開車門撞到機車 這個還蠻長 就是新聞現在也很常見 然後他說 就是關於駕駛連帶責任 不得離開現場的部分 那現今的學說跟食物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這個同學應該是有在注意食物見解的 因為乘客造勢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一個104年還蠻有 蠻有名的一個判決嘛 2570嗎 也是幾號版 就是一個104年還蠻有名的判決啦 這個判決大致上的事實就是這樣啦 就是有一個喝醉的人 那個喝醉的人就懶得一台小黃要回家 那他在路上跟小黃司機因為一些細部吵架 然後就把車門打開 那這個人喝醉了嘛 那想你知道他開車門前沒有看後面 車門這樣一推 一推呢 起落了一名機車騎士 機車騎士倒地滾了好幾圈 這個時候呢 這個乘客他喝醉了嘛 碰了一聲把門關上 人就走掉了 留下非常傻眼的小黃司機 那小黃司機也覺得很衰啊 就你覺得那個乘客有沒有付錢 一定沒有吧 對不對就這樣走掉啦 司機也覺得很衰啊 那司機就想說 門又不是我開的 那車禍也不干我的事啊 司機也走掉了 結果各位知道嗎 這判決到最後打到最高法院 計程車司機被判肇事逃逸罪 司機啊 司機被判肇事逃逸罪 當然有些人會問說 那個罪漢沒事嗎 理論上來說罪漢當然有事啊 他可能會有過失傷害儀器的問題啊 可是他是誰沒有人知道啊 他是跑掉了 司機被犯肇事逃逸罪 那我都說 這個在舊食物進行之下 不用覺得意外 因為舊食物就說 肇事包含無過失啊 那這個典型的無過失肇事啊 車禍的發生 小黃司機有沒有犯錯 沒有 小黃司機沒有犯錯 但是跟他有沒有關係 有 他的車他停在那邊 對不對 這個典型的無過失肇事 所以這種問題啊 在現行的法律之下 因為你看 現在 185之次的修法 已經把無過失所引發的車禍 納入了 條文現在已經不是造勢了嗎 變成發生交通事故 所以 既然現在條文寫的是 發生交通事故 已經把無過失所引發的車禍 包含在內了 那我會認為說呢 在現行法之下 這個 假設這個小黃司機的案子 那個司機假設就這樣跑掉了 他還是會成立造師討異罪 我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 有點轉折啦 就是在717的公佈之後 這種無過失肇事當然被幹掉了 可是因為現在立法者 他還是想處罰他 所以這種情形 我認為還是會成立185之4 司機還是會成立 那老師那這邊就有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有同學在問說 185之3的不能安全駕駛 到底是TB還是客觀處罰條件 這個問題的話 確實有一些爭執的空間 就是說 這個當然要 可以講很多 因為這個 攸關到2013年之前的185之3 跟現在的185之3 其實 論述上會不太一樣 因為 我不知道同學知不知道 185之3 在2013年有一次大幅度的修法 就是在2013年之前 當時的舊法只有寫不安全駕駛 那在當時那種舊法的情況之下 那個不安全駕駛 它當然是構成一件要素 因為那個是本罪的核心 那反而在現行法之下的話呢 那個不安全駕駛到底要怎麼去解讀 確實是有一些探討的空間 那目前學說上 像以許澤天老師的看法為例 我記得許老師的說法大概是這樣說 就是說 嗯 這個 法條 像你看185之3分成三款 第一款的酒精濃度 是有學者傾向反而認為是客觀處罰條件 為什麼 因為 你要行為人認知到自己體內的酒精濃度是多少 那不可能吧 就 對啊 他怎麼會知道自己體內酒精濃度是多少 這強人所難嗎 不可能吧 所以有學者確實說 酒測值那個數字的部分 就是第一款那個數字的部分 那個是客觀處罰條件 但是不能安全駕駛就是二三款不能安全駕駛的部分 那個是構成要件要素 行為人還是要對他有認識 所以換句話講 不管怎麼樣 比如說以第三款為例 行為人至少也要有意識到說 欸我的狀況好像不太行咯 我好像有點暈咯 至少行為人也要有這個意識 那 才可以成立本罪了 至少是這樣 當然講到這邊可能有些同學會覺得有點混亂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各位想一想 行為人成不成立本罪 比如說 比如說有一天我酒駕 當然舉例而已 我不會酒駕了 舉例而已 假設有一天我酒駕 那酒駕呢 在我家附近的路口 被警員攔下來了 警員攔下來之後 叫我吹氣 一吹氣啊 哇 酒測值高達0.79毫克 那我就跟 我就跟警察說 我就說這個 警察先生啊 你那個酒測器有問題吧 0.79耶 很高耶 不會吧 我酒加過很多次我知道啊 我才喝那麼一點 頂多0.3嘛 怎麼0.79 我有喝啦 我知道我有喝啦 但怎麼可能會那麼高 你那個酒測器有問題吧 來假設我這樣講 那假設我的認知真的是這樣子 那你說我成不成的1853 其實還是成立啊 對不對 我就說嘛 體內的酒精濃度是多少 這個並不是情為人故意要認識的對象 你要情為人認識到酒 這個值那不可能啊對不對 所以只要情為人 他有意識到說自己不安全駕駛就夠了 一般的說法是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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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是